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领导让加班 你每天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九点 一周工作六天 已经是九九六了 怎么还要加班啊 那大家都加班 我有什么办法啊 领导说了 现在公司有困难得裁员 大约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人被裁掉 那不努力能行吗 百分之十 十啊 我算的啊 那不得有七千到一万五千人被裁员 你们这整天 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干得比牛多 还不够 还要被裁员 行了 别抱怨了 饿了 吃饭 还没吃晚饭 是啊 得得得 我给你热了啊 走 吃饭 现在啊 到处都在裁员 不只是华为 不过你放心 我是华为老人了 裁不到我头上 你就这么有自信 人孟晚舟都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你就准知道自己不会被踢出去啊 这不管孟晚舟啥时候回来的 这领导说了 华为永难 我们得同舟共计 同舟共计 这就是说 我们得跟孟晚舟一起 同舟吗 这孟晚舟在监狱里 我们也别想好过 老婆 现在公司在困难阶段 我们得多辛苦辛苦 那不是说了吗 多难兴邦 那公司越倒霉啊 咱们就越兴旺 是公司越倒霉啊 咱就得多努力 我说啊 这华为民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可听说这蓬佩奥正在游说 欧洲要注意武之安全 还把你们那个盗取技术的事啊 不 我是说 把你们搞科研那事 到处去跟别人说 就是不想让华为参与5G的基础建设 那又怎么样 别忘了 咱身后啊 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它一个小小的蓬佩奥 能把咱们怎么样 外交部华春莹都说了 蓬佩奥就是一个祥林嫂 啥 祥林嫂和蓬佩奥有什么可比性吗 有啊 这华春莹说了 我看蓬佩奥先生 现在的行为举止 非常像祥林嫂 只不过这祥林嫂唠叨的都是一些无害的废话 蓬佩奥唠叨的都是有毒的谎言 不对吧 这祥林嫂可是广大无产阶级被压迫妇女的代表啊 华春莹怎么贬低起妇女代表来了 再说了 人祥林嫂说的是自己的儿子被狼吃了 这能算是废话吗 华春莹还有没有点通情心啊 我说啊 她有没有儿子呀 老婆老婆 你别激动嘛 这女人跟女人不一样 这祥林嫂啊 她姓祥 这华春莹啊 她姓赵 这一旦姓了赵啊 你让姓赵的同情姓祥的 怎么可能呢 再说了 这华春莹有没有儿子这回事 哎呀 咱说她干嘛呀 这华春莹有儿子 没儿子 跟咱有一毛钱关系啊 我得赶紧吃饭 赶紧吃完了赶紧睡 明天还得早起上班呢 劝退 为什么不让我干了 小李啊 不是说了吗 公司现在有困难 这个总得有人离职吧 你主动离开啊 公司不会亏待你 除了这个离职补贴之外 年终奖 散业照发 那可是 你不是说你不会被劝退吗 哎 你倒是说话呀 哎 我虽然被劝退了 但经过我的努力教授 我领到了离职补偿金 这就不错了 那有的还不如我呢 你倒是会自我安慰 那说好的年终奖呢 哎 他们又改口了 说现在公司是困难时期 年终奖就不给了 他们这么大一公司 说改口就改口 还有没有点信用啊 你就是李源 是啊 没告了 给我们走一趟吧 告什么呀 敲诈勒索 敲诈勒索 哎 警察同志 你们肯定搞错了 我从来没敲诈勒索任何人啊 是啊 我们都是良民 绝对不可能干敲诈勒索的事 谁告的 你们把他找来 我跟他对质 呦 这我们可叫不动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华为告的了 走吧 上派出所说去 进去 李源啊 这位也是华为的啊 来给你做个伴儿 坐下 哎 小曾 你怎么也进来了 你也敲诈勒索了 没有 华为告我泄露商业秘密 哦 这 哎 又来一个啊 这个呢 也是你们华为的啊 现在呢 这个屋就算被你们华为承包了 属于你们华为的专属监区 都不是 我这前两年刚从华为离职 开了个小公司 刚有点起色吧 就被华为给告了 说侵权 秦权 别人不知道 咱们还不知道 他问哪项技术不是偷来的 华为应该进阶约一百次都不知 哎 这孟晚舟在家国被抓 咱们在中国被抓 这可真应了我媳妇说的那句 同舟共计就是孟晚舟被抓 咱们也别想好了 也跟了倒霉才行 嗯 咱们是够倒霉的 孟晚舟啊 可就未必了 没错 她虽然在家国被抓 被限制人身自由 可还是过着一样奢华的生活 住豪宅穿名牌 画油画 验宾客 可咱们呢 蹲着黑老 啃着窝头 生死未卜前途无量 还不让见律师 也不让见家人 这能比吗 我说你们几个搞不清状况 是不是 人家孟晚舟是华为公主 你们是华为员工 你们见过奴才跟主子一个待遇的吗 别说你们 孟晚舟被抓后 我们立马抓了两个加拿大人 人质 哪个不比你们有头有脸 可进了笼子 就由不得他们了 已经被关了一年多了 没让见家属和律师 何况你们 御警同志 咋还不放我呀 咋的 着急了 你不才250吗 不对 算上今天251天了 你们华为在我们这关几年的都有啊 这个检方也拿不出我敲诈的证据呀 为啥还不放我呀 搞不清状况了吧 给你定罪 还需要证据吗 你还别说 你小子还挺聪明 把跟华为讨心的对话都录下来了 要不是你提供了录音呢 你这敲诈罪算做实了 是啊 那检方也收到我提交的录音了 证明我只是讨心 不是敲诈 可为啥还不放我呀 这还不明白吗 给你个教训呗 你跟谁讨心不好 敢跟华为讨心 看你小子也挺可怜的 要不然 我给你想说点公主待遇吧 给你那张纸 给你个笔 你也学学晚舟 画个小画啥的 这画的啥呀 这是华为公主 画得还挺像啊 听说她这家国豪宅 值两千多万呢 加币呀 再看看你 这个是我 你这干嘛呢 蹲在墙条啃过头那呗 还有副对联啊 小孟在家国豪宅 忍辱负重 小李在洪潮监狱 砥砺前行 亨替两颗华为 我你儿子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有没有 是你 这就是我